哎 说真的啊 关伯妹子是真的刚 就差祝你们俩百年要好合 早上贵子了 你们俩 不是要借堂吗 没 心烦 烦什么 我做错了事 我怕这一次是我太冲动 没考虑后果 什么后果 关于 你要面对的事 如果你是害怕 我会被网上那些言论打倒 那你大可不必担心 我没事 其实 刚开始 是有一点害怕 总觉得公开了 就会有很多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所以有很多顾虑 更害怕的是 会影响到你 就像之前简阳那样 开始后悔在一起 然后是谎言 欺骗 最后渐行渐远 但是后来 但是后来 后来怎么样 后来我知道 你和简阳不一样 所以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我就安心了 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迎接所有狂风暴雨的到来 我不后悔 也不害怕 你这么强 我也要变得和你一样强大才行 孩子长大了 我还以为你会害怕的 躲在被子里面哭一晚上呢 还这么远哪 天哪 没想到我们坐个车 还要吃狗粮套餐了 真是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 你和我 好 队长 那个 童谣开直播了 看吗 童谣这个时候开直播 真是不要命了 童谣要不要命我不知道啊 我看你一直不想要命 现在我只想关注电竞 居然开直播了 前方大皮喷的出没预警 居然还有脸开直播 是看自己最近话题度高 来蹭一波热度吗 呵呵 你好 阿露夫人 我是开直播啊 现在打转练训练 不开直播困时间 什么时候开啊 我开个直播怎么就不要脸了 我以前也开直播啊 今天再不播的话 到时候月底直播时间不够了 我只能给你们直播睡觉了 李思诚睡觉 李思诸播 我报警了 说说诚哥呀 说他什么呀 诚哥确实是很厉害的AD 现在世界排名前三吧 这位AD现在大概在睡觉 毕竟大早上当着家长的面 非要拉着我的手 强迫我发誓 以后的路要一起走 不好意思 又撒狗粮了 对不起啊 老欣啊你 撒狗粮 神六六五五 神里别死了 诚哥才拍前三 对啊 前三 总不能说第一吧 毕竟隔壁还住着一个 和他水平差不多的AD 楼上会不会抓住你 那你们什么时候分手啊 分手 我自己凭本事找的男朋友 为什么要分手啊 你恋爱了 也变捞了 以前很少被人在线上淡沙的 等一个ZGDX爆炸 你不合适玩清醒灯 我也觉得我清醒灯玩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看韩国人都玩得很溜 所以才要恋啊 不然到时候世界赛炸了 多恋一个世神 就少浪费一个班位 这样不好吗 诚哥呢 诚哥起来了没 叫他来开直播啊 我们队长应该已经起来了 门队长 我们 来来来 狗粮胃 虐狗 退订 诚哥来了 我是DGDC 幼稚 你不幼稚啊 一杀六死五助攻的清醒灯 你敢拿上比赛我就打爆你的头 我这不是在练习吗 你走开 我家他用过清醒灯 不是你这么用的 来 我示范一下 你一个AD 你怎么叫我玩中单啊 你让我试试嘛 你别换我 现在中路兵线进塔了 先别上啊 就是因为你不敢上 所以对面中单清晰才一直骑着你打 他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换人了 小心 小心 别吵 再吵不帮你玩了 好了 你坐开 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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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我 我在直播 我知道 真的笑 下周打阿尔法 是罗子是马拉 最好别说 坐等螺旋爆炸 你要准备睡了吗 那我一会儿电话跟你说吧 什么 什么 我说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和你说老K和老猫的事 他们从赛场上 离开就 脸色很难看 你继续啊 老K都不和老猫双排了 而且现在都十一点了 老猫也不知道去哪 十一点了 嗯 千万要不要在我这里睡啊 千万要不要在我这里睡啊 陆思诚 陆思诚 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陆思诚 他们还一直在直播间里面说老猫的事 他们还一直在直播间里面说老猫的事 老K就直接关直播走人了 老K就直接关直播走人了 脸超级臭 脸超级臭 所以呢 所以呢 明天还有和CK的训练赛 他们俩吵成这样 明天怎么打 你是队长 你不管管吗 你想多了 打比赛被抓本来就烦躁 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过一会儿就好了啊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说什么了 如果明天的训练赛 因为他们两个输了 你可别叨叨啊 我 那你一会儿就去跟老K和老猫说 如果明天训练赛输了 他们就可以考虑竞赛了 你说我说的 拿金赛威胁人算什么 你要么就不管 要管就要用这种方式吗 要去你自己去 这种招人闲的话 我才不去传 那你要我怎么说 要用爱的教育 要有爱心 他们又不是你 你也没给过我爱心啊 如果趁着我打转型的时候 在我后面叨叨 说我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走会像个残疾人 出庄齐盘 那也算爱心的话 那我就要怀疑 你是否知道 爱心这个词的正确含义 你怎么会绁换的 你怎么会 Theme 在我们的 我可以推荐